Hello 大家好 本來準備了另一個題目和大家討論 但媽媽昨天有一些突發事件 不如說另一個題目 就是澳洲或墨爾本的急症室服務 試完後我昨天帶了媽媽去急症室 雖然不是第一次去 所以對流程也有點熟悉 但鑑於今次是COVID-19的環境 所以和平時有些少不同 這個題目其實我也有打算解決 但剛好昨天發生了這件事 我先趁身,不如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媽媽在星期四的時候 覺得心裡有點困難,有點不舒服 但她很忍受 你知道老人家多數未必想馬上看醫生 而且現在因為COVID-19的情況 她想在家裡休息一下,看看怎樣 到星期五,她仍然覺得不舒服 想看醫生 但因為COVID-19的情況 醫生也不太方便看她 只可以做一個Telephone或Facetime的討論 醫生說她聽不到她的心肺功能 又量不到血壓 她建議我媽媽 其實星期五下午就叫她 不如馬上入院去檢查一下 什麼事 我媽媽又覺得再休息一下 可能沒事 我想她還是有點害怕去醫院 所以星期五都沒有去到 直至到昨天星期六早 我覺得其實都不應該再等了 我早上一早打給她 我說你怎樣 不如我跟你去急症吧 她終於答應去急症 昨天大概十點多 差不多十一點就去到急症室了 一去到急症室門口 就有個登記員 首先跟我們量度體溫 問我們一堆問題 譬如我們有沒有呼吸度的不舒服 有沒有接觸過確診的病人等等 然後再進去另一步 去一個分流的登記 去到這個分流的登記處 首先要登記 澳洲其實沒有身份證 大家通用的有照片 的身份證明文件 就是我們的車牌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有車牌 這個醫療卡 就是我們第二樣最重要的 身份證明文件 雖然她沒有照片 但已經足夠做一個登記 去到這個登記處 她沒有問我媽媽拿車牌 直接問她拿一張醫療卡 做一些登記 而且去急症室 除了要帶身份證明文件 很重要的 我覺得要帶點水 和帶點食物 雖然醫院是有食物的 但也未必方便可以走開 離開急症室去買食物 所以臨出門口之前 我都叫我媽媽帶點水 帶點乾糧 帶點餅 帶點餅 登記完後 護士就問她一些相關的問題 問她哪裏不舒服 等她們去平衡 如何跟她分流 幸好 雖然我們是11時才去到 我們在急症室 我媽媽是第二個 輪候的病人 所以我們算是很幸運 因為她去急症室 也要一段時間 在這個分流的等候室 我們等了不用半小時 那位姑娘就說媽媽可以進去 進去再見一下其他護士 或者直接見醫生 但因為這個COVID-19的情況 我就不可以進去陪她 她只可以自家人進去 那位姑娘就說 我可以在急症室的等候室 等一會 看看她有沒有消息 又或者如果我住得不遠 就推薦我回家 幸好我家裡和醫院 是相差十多分鐘車程 但我都在急症室等了兩個小時 等了兩個小時後 就沒有消息 我嘗試訊息給我媽媽 她也沒有接電話 我想她還是在工作 或者不方便接電話 我就先回家 跟媽媽說 她進去後 不用再等待護士了 她就直接可以看到醫生 醫生問她甚麼情況 她說她的胸口吞著 就是三天 整個胸口、背部、肌肉都覺得很緊 醫生替她做測試 也要替她驗血、照肺 也要做一個ECG 我想中文是否就是心電圖 看了她的心電圖 同時就給了些Nurofen 這些止痛藥給她吃 媽媽就在急症的分流病房 等到差不多兩點多 她才做完所有測試 然後她們就帶了她上醫院的房間 再觀察 那間房間她說挺大 只有兩張床 她去的時候只有她一個患者 到了晚一點 也多了一位男患者 躺在床上等待觀察 大家都戴著口罩 我媽媽聲稱不是太餓 但我覺得她有點害怕 她沒有吃飯 直至5時多 她們派餐才吃了少許東西 媽媽說在這個病房等的期間 都會輪著有些護士來檢查她 看著她 問她自己的胸口有否痛 有否覺得不舒服 她說那位護士來檢查她們 還有另外一個患者 我想是因為COVID-19這件事 衛生措施都做得很足夠 在這個病房裡睡了幾個小時 即未必睡得著 休息了幾個小時 那些姑娘跟媽媽說 要等到她真的覺得沒事了 腿或心臟不會覺得不舒服 才可以讓她出院 到6時多 護士再去看她的時候 媽媽就覺得自己沒事了 護士才肯讓她出院 她就打電話叫我們去接她 整個過程由我看到的 跟我媽媽經歷到的 接觸到的 所有醫院所有工作人員 都是很有禮貌 態度是很好的 在急症室等候的時候 我都看到有一位男病人 他都坐在那裡等 等等他都好像有點發怒鬚 有些小懵疹 有些小自然治癒 我見過護士都來先看她 問一下她 覺得有甚麼不舒服 問一下她 她都很清楚 她說 你是不是對有些東西 覺得很生氣 問了她幾句之後 她就帶走了這位男士 我覺得護士是覺得 這個男病 也有一點不太正常 可能精神上各樣 索性帶走她 因為我見其他看病的病人 不是從那門口出的 所以我覺得她要先特別處理 這個個案 我在這裡等媽媽 急症室越來越多人 本來是沒有人 剛才我說 我們去登記的時候 只有我們兩個病人 即是媽媽和她前面的病人 我等了兩個小時 那個等待室 就開始坐滿了人 雖然要隔個座位坐 都開始坐滿了人 所以也很幸運 我們算是早去到 也不用等太久 我想媽媽等看醫生的時間 也快了 說回媽媽出院 出院後 因為我正在煮飯 我老公就送她回家 之後我問她 這個過程 流程是怎樣 也問她 進去急症室 其實需要付錢 要付多少錢 她就說 沒有 她刪了那些公司 就這樣就走了 是不用付錢的 我想是因為 澳洲是一個福利國家 所以她昨天整個療程 在急症室 直至上了病房 整個療程 都是沒有收錢的 無論如何 很幸運 醫生檢查到媽媽 就沒事 心電圖 照顧肺炎也沒事 她也做了一個 COVID-19的測試 這個就要等幾天 才有結果 她的胸口 很困難 那些不舒服 很幸運 就檢查到 沒有事 一切都算是正常 她明天會再見 我們的家庭醫生 讓她看看急症室 出的報告 再看看 衡量一下媽媽 要不要再做 更多的測試 或者怎樣 剛才說過 我不是第一次去急症室 話說我女兒二年級的時候 有一天放學 就跟我說 在學校玩的時候 跌倒了腳 腳很痛 走走走 她是坐在地上 說痛到走不動 那時候就害怕 那時候 想會不會 跌斷腳 或者怎樣 因為表面傷痕 就沒有 按摸她 摸摸她 她又說 很痛很痛 立刻打給醫生 約我們的家庭醫生 但我們的家庭醫生 就剛好 已經收工了 剛好看開家庭醫生 她也是一個媽媽 她多數做半咒 或者做到三點 她就收工了 要接小孩 所以這裡一定有一個 工作生活平衡 如果我們平時看開家庭醫生 唯有找另外一個附近的醫生 看醫生 那時候 醫生摸過她 就說 應該不是斷骨 但是 如果我們擔心 她可以寫紙給我們 去急症室 再看看 其實我不是很願意 因為我知道 去急症室 都要幾個小時 那時候已經是五點多 因為快要吃飯 也知道 急症室五、六點之後 醫生都會少一點 所以我其實不是很想去 但我女兒說很痛很痛 她自己說要去急症室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貪得意 沒辦法 那時候 因為我老公在香港工作 只有我一個人看著兩個小孩 幸好我爸爸媽媽 住得很近 幾分鐘車程 我唯有馬上送兒子 去他們家 我帶女兒去急症室 第一次去急症室 不認識 不知頭不知路 拍了停車場 就盡快帶女兒去登記 去到跟女兒登記 那一刻 那個急症室 都幾多人 我心想 一定 都漫漫長夜 可能 等了大概三個小時 三個多小時 雖然 多人 但因為她是小朋友 小朋友始終都有個優先 優先看醫生的 最重要的 到真的有醫生看 我想我們是第二 或第三個可以見醫生的患者 醫生跟她檢查過 她沒有斷骨 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其實是安心的 知道她沒有斷骨 但心想 都一場來到 我就在想 會不會跟她照一下X光好些 讓她 確保她真的沒事 因為她還在喊疼 問醫生 醫生說 沒有了 她沒有斷骨 回家了 有一點失落 其實覺得等了三個多小時 醫生 好的 真的沒有斷腳 但等了三個多小時 沒有再做其他更多的測試 我就覺得好像浪費了些時間 也覺得女兒太誇張了 我從那一開始 我都挺肯定 我女兒是一個戲劇女 所以她平時說 有甚麼病有甚麼痛 我都只可以相信她八成 沒事 就走得 走得就去停車場拿車 那就很難看 那次吸取了這個教訓之後 以後可以選擇 我都不會再在醫院停車場拍車 等了三個多小時 好像給了二十多元的停車場錢 說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肉痛 但沒有辦法 小朋友有事 你就一定要帶她去看醫生 各樣那樣 錢一定要付 最重要的是她沒事 而且只有一個安心 所以昨天去醫院急症室 我都是先放下媽媽 然後我寧願拍遠一點 拍過兩條街 因為是不用錢的那裡拍車 否則在醫院拍車就很貴了 這一次不是我的小朋友 唯一的急症室經歷 兩年或三年前 有一天我兒子突然間 五點多 差不多六點鐘 跑進來我們房間 就說 胸口很痛 覺得呼吸不到氣 之前都害怕她有ASMA 醫生已經給了她 給她吸藥 我問她有沒有吸藥 因為我平時都在床邊 她知道 如果自己有些不舒服 是可以吸藥的 她說她吸藥了 但也很希望 心口拿著氣 呼吸不到氣 很害怕 因為一直都未確診 她是一個ASMA的患者 真的有酵喘 因為有花粉症 或者對塵有些敏感 所以有時候呼吸是有難度 所以醫生就怕她有ASMA 就給她好 就給她好 給她好 那一天 她說吸了幾次都不行 那我就叫老公 幸好這次老公在 那我叫老公馬上 車子去Emergency 如果那次我老公不在 都會有點懶惰 因為神早流流 叫醒我女兒去Emergency 又會拖延一些時間 要不就要吵醒我媽媽 叫她開車過來 幫我看著女兒 所以當你有一個太空人老公 而她很多時候不在你身邊 這些事發生 真的會挺不成勢的 幸好那次她真的在 她送了兒子去Emergency 那天早上也幸好沒有太多人 我想她六點多鐘去 她大概九點多鐘已經回到家了 去到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都說 我兒子突然間那次不知為何 可能是那天的溫差很大 清晨時分 那些氣溫是… 墨爾本是可以很冷的 可能那一下溫差大 就令到她氣管收縮 所以就突然間有一個Azma attack 突然間烤喘發作 醫生就給她氧氣吸和烤喘 就給了一個空間 如果你們有小朋友用過 那個Azma藥 就這樣 擔心他們吸不到藥 吸不到藥 就給了一個空間 教她怎樣用 整支藥拿回來家 幸好那次也是兩三個小時搞定 還有一次不用收費 所以真的做澳洲公民就有這樣的福利 雖然這裡的稅制是比較高的 比香港或者其他國家 但是我想歐洲國家也是 當你的稅率這麼高 你都可以享用這麼多的利益 尤其是在醫療方面 還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說回 我們有三次去急症室的經歷 我們都沒有叫救護車 首先我覺得我們還未緊急到要叫救護車 還有第二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清楚 尤其是香港的朋友 知不知道 在澳洲坐救護車 比坐的士貴 分分鐘是幾百元下樓 所以我們每年買醫療保險的時候 也會買一個救護車的保險 如果有什麼事叫救護車 那個保險就可以包起來 就不用自己給幾百元去使用這個服務 總括來說 在澳洲生活 如果你是公民或者是PR 都應該可以拿到一個醫療卡 醫療卡是很重要的 就是平時你看醫生 很多時候有些醫生 你有一張醫療卡 他就免收費 他就直接免收費 他就直接免收費 政府 那你就不用自己出口 自己銀河包給錢 有些醫生就不是 有些醫生 就需要你給錢 然後你之後拿回醫療卡 跟Medicare那裡 claim回 另外就是如果你想保障自己 就最好買救護車的 ambulance cover 當你買這個醫療保險的時候 然後最好買這個cover 今天我們的澳洲急症室經歷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也希望大家可以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這個澳洲司拉多多事幹的頻道 祝大家身體健康 拜拜